即是你看科網股 那都反彈了不少 但當然跟高位又是有一段距離 這個版法你又怎樣看 是 如果你說科網股 那就是ATMJX 那如果我擺 就是我擺叫做first priority 我就會擺美團先的 是的 美團會這麼多隻裡面 我覺得會排得最好的 那第二我就會擺京東 是 第三就是騰訊 第四就是BABA 是 小米就可能擺第十 即是美團驚東騰訊800的程序 是不是小米 第十 即是你以為第五 我不是的 即是再厚一點 小米偶爾有彈一下 是的 或者買前面美團 然後short小米 即是做一個pair trade 那先講美團 美團是其實剛才說這麼多隻科技股裡面 走勢是最好的 而且你看到資金很明顯 才拌入這隻 還有我還記得上兩個星期前 即是恆子突然間有一下跌回到二萬多 二萬一那邊 那突然間上來 那都是美團率先的第一隻是由跌轉升 即是說其實那些大股或者資金 如果要買恆子升 他會先選這隻 即是其實這個已經很明顯出來了 即是看到那個資金的取態 第二就是因為其實就算你說科技股 現在的政策放鬆也好 就像騰訊那樣 就是打算這些OK 但是他又… 被人大股都說要沽 被人大股都說要沽 反口 然後批遊戲又未批到他 所以好像感覺上有 就是那個消息來到 但是實質又未到 那如果這樣我寧願選一些 真是可能未必太受大影響的美團先 就是大家的想法是 那… 還有因為他都做得挺足的 就是美團 就是那時候說他為何掉下來的政策 就說他那些外賣債要加強一些保障 那其實他都反應很快的 那其實做的規矩都做了 那其實復合了 那之後官媒都沒有再說些甚麼 那所以其實可能這個會是… 會…首先會是鬆綁的第一隻先 那然後再下就是 剛才我說的就是京東 那京東其實那盤生意做得漂亮的 就是你說在最新的業績 都有…revenue有17%增長 雖然那個profit是叫做…都是虧損 那但是因為那個expense上升 隨著那個lockdown 然後送貨難了 那你會見到那個餅是做大了 revenue做大了 收入做大了 那就是說其實 lockdown反而對他整體生意OK 就是成長了 那現在反而就是說 他怎樣控制成本 那還有是… 就是當然現在復市了 那其實理論上送貨容易了 理論上的cost應該會降低的 那所以這裡有機會就是說 下一季可能那個數字突然間… 就是lockdown之後的數字會突然間 又是V彈的 那有機會刺激股價又是V彈這樣衝上去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第三季都會是… 就是繼尾團之後第二隻就是9618 那你說再去到就是… 就是騰訊了 那騰訊剛才剛才都說了 就是剛剛大股東有減股 就是他總是有一些… 至外伸資或者叫做有一些沙石在那裡 令到你沒那麼順的 那樣你看到股價都倒了下來 就是因為剛剛這幾天 那…成交你看到都不是說特別… 特別澎湃 你跟剛才那些右邊的那些bar 那你會見到就是下來了 那當然它是便宜了 就是因為恆子升到上來22000 然後它都還在360這些位置 其實就是說距離的低位 都不是說差升了很多 反彈得很多 那你會見到就是那些錢 就算比你升到上去 它都沽出來總是有些壞因素 那所以大家都未提得清的時候 又未敢說很早搏著 那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是… 這一隻可能放在第三先 就是剛才那你說再去下一隻 就是Baba 那它們現在動力很強的 反而比較擺後 就是因為已經差不多彈完了 對 我覺得差不多彈完了 我覺得有點過敵的 那因為其實你說 是不是真的那件事出到來 落到地 我自己就有點懷疑 就是你說是不是可以 螞蟻那些照照給回 然後跟著… 因為其實它之前就說 它做很多什麼芝麻信用 那些其實都要拿牌照 所以說它要做回金融公司的牌照 其實那些東西有一大堆cost出來的 而且不是那麼容易營運的 就是現在有一堆監管在那裡 其實那個valuation應該縮了很多 現在純粹是因為之前它是封硬位 現在當一鬆綁 理論上的封硬就應該是最 recover 最快 其實用一個這樣的 logic 但是我自己覺得上去反而要沽出來 就是怕它沒有了之前那種勢 而且有很多生意我怕就留在京東 因為看到京東的revenue上了 要不就整個盤做大了 要不就有些人流失了 避了京東 我自己覺得其實可能有機會是爸爸流失了 避了京東 所以如果兩者之間做電商 我會選9618 然後才再選9988 所以為什麼我說放在後面 就是因為那個 fundamental 或者那個底溫 我覺得有機會氣勢過了9618那邊 是 查看就是想問3690和9618上網多少錢 是 如果你說3690上網的目標價 有一個短線一點的 如果你說我這邊 我自己的AI系統其實有出過牛市訊號 就是有些短炒訊號的 就先看213元 如果你說你想再看 再看遠一點 OK 再看遠一點可以看多少 就是258的 是 那是多久啊 看多遠啊 那你預約大概可能一季時間左右 是 我這個電腦當中大概一季時間左右 那就是258的可以 那所以 那為什麼一來就推介這隻呢 因為電腦都有一個短線和中線的看法 都是向上的 是 那所以如果這隻 假設上了258 其實恆子都不會差到哪 那所以我的目標價就是這裡 所以OK的 現在可以的 好啊 現在可以的 大家馬上想想想 9618呢 是的 9618有個短線的 又是目標價 電腦給了出來 我這邊 那就是284元的 只虧位放在246的 那那個牛紅分界線位237 就是只要在237度 其實都還是一個屬於強勢 或者是一個大漲小匯的價格 就是保住近期的高位 那現在高位就是前面 畫面中左邊那邊 那邊有支大洋竹的 有個針頂 那個位就是在285 285的 是的 所以現在電腦都是量到284 就是覺得未來這7月 7月頭的兩個星期 就應該會短線 會試一試這支針頂的 所以都是屬於短線的推介 就是7月的推介 那目標價是284 是 好啊